3月15号的早晨 伦敦市井一如既往 伦敦铁桥 哪分钟 泰晤士河里 过来不新 任谁都难以想象 前一夜 英国前途已在这里 被600多位国会议员翻转了好几回 这一刻 表决的题目是 已经决定脱欧的英国 该不该向欧宏提出 延后脱欧时辰的请求 赞成的议员向右 反对的议员靠左 清点人数后 结果揭晓 The eyes to the right 412 The nose to the left 202 The eyes to the right 412 The nose to the left 202 So the eyes have it The eyes have it The eyes to the right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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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快三年 就等3月29号 半个月后 英国即可从大欧洲怀抱里挣脱 不再受欧盟制的约束与管辖 最后却只等到英国政府一去 再等等 脱欧支持者不满升到零点 在国会大厦外 与反脱欧人士爆发冲突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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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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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人士党在车前宣洩不满 而当英国首相梅伊或者疲惫身躯 深夜搭乘坐车离开国会时 也遭到民众不造脱罢 下月内外 炒翻了天 英国媒体没闲着 继Brexit成为人人朗朗上口的英文单词后 现在又多了个新词 把Brexit 英国脱欧 和Extension 延期上步 两个字并起来 成了Brexitension 在野工党领袖跳出 逆政言辞痛批首相梅伊的脱欧协议草案 平平卡关 已引发社会疑虑和来自国内外 海山导海压力 但讽刺的是 同一日 工党提出的另一项表决案 要求执政团队放手 改由国会出马来主导脱欧 同样遭到了多数讽决 更吊毁的是 过程中 有议员提出举办二次公投动议 也认真的付诸表决 没想到 原本挺二次公投的反对党 又临阵退缩 下令同党议员弃全 不要表态 畏缩游移的立场 让政敌和同志都人党马斑 不知道接下来怎么玩下去 也认真的 也认真的 我认真的 我认真的 我们的支持 并非公投票 不作为 但作为 实际选择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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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空 And their industry our job is to try to meet the concerns of the people who sent us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很少 从没人相信 混淑 到真的 not 分手 到终于接受分手 到可不可以重拆 再到今天这一步 趋折离奇 已经超越任何一队 好莱坞隐星的婚姻八卦 也比任何一出演不完的八点党 更能扯能掰 以2019年3月15号截稿前 最新的剧情发展来看 英国国会终于决定了 要把脱欧时间点 从原定的3月29号这一天 向后挪 但这也是他们所做的唯一决定 至于是不是铁了心 一定分手 怎么分手 对方不同意延期的话 怎么办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被定案 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一出戏最后该如何收场 事实上光是延期 这一个根本没解决的问题 但至少应该是很简单的决定 就耗费了英国国会整整三天 在议事厅里 马拉松市言语攻防 历经至少六场表决大战 才好不容易敲定 和欧盟晚几个月再分手 回顾英国两党 在这三天三回合的交手过程 首先是12号 梅伊版的脱欧协议二度表决 也是真正的重头性 其内容大致上 与今年1月已被否决的旧版 毫无二致 只懂小部分回调 而表决结果也跟1月一模一样 以悬殊差距遭到的否决 紧接的第二天 依照官方事先拟好的剧本 要不要干脱硬脱欧的表决案 跟着上场 原本首相梅伊和内阁官员 打的算盘是此案 笃定过不了 毕竟没有人敢担负 硬脱欧 引发全欧洲混乱的罪名 没想到部分两党议员 发起突袭 将了美衣军 和英国人 以为得到更好的交易 所以我们将会有的交易 是否有交易 是不可能 与其中选择 与其中选择 这一场场与其中选择 与其中选择 从要不要延期 但前提是下周通过官方协议 到不支持无协议脱欧 但保留无协议学校 英国国会两年多来 为脱欧所做的攻防奖励 固然充分展现英式民主的要论嚼字 和超越耐性 但同一时间 英国民众和大西洋对岸的欧盟对手 也被频频的节外生枝 和无止境的政治算计 弄得失去耐性 在政治学者的眼中 脱欧发展至此 要担心的恐怕已不只是 脱欧本身所带来的冲击而已 脱欧有可能成为 改变英国国土样貌 与人民国家认同的历史崩水嶺 英国国家计划 国家计划 与人民国家计划 外国国家计划 MING PAO TORONTO